歡迎大家來到赫鮮藝術 中文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赫鮮藝術的負責人陳赫 赫鮮藝術創立於1994年 至今剛好滿30周年 赫鮮藝術一開始 我們就有兩大使命 一個是希望能夠當收藏家 跟藝術家之間的橋樑 挖掘年輕優秀的藝術創作者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 能夠創作精彩的作品 一方面介紹給好的收藏家 希望他們能夠收藏 能夠世代傳承的精彩作品 今天剛好有一個很精彩的展覽 要介紹給大家 這個藝術家叫翁世傑 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研究各色的陶瓷 這個展覽是以單色釉為主 所謂單色釉呢 它是用不同的金屬氧化物去創燒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這一次有幾件精彩的作品可以介紹給大家 先從我身旁這件作品講起 它叫狼窯紅 古時候有一句話叫做 若要窮燒藍紅 藍紅它是一個非常難燒的藥色 它有幾個特色呢 鳴如鏡 潤如玉 刺如雪 藍紅它是用銅去發射 銅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顏色 所以燒製的失敗力非常的高 那翁世傑在他創燒的十一年當中 燒了將近二十種的藥色 每一種藥色都能夠恰如其分地把藥色的特色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一次眾多的展出作品 包括飛青石 乳釉 粉乳 孔雀藍 孔雀麗 灑藍 季藍 紐雪紅 季紅 烏金釉 每一種釉色都非常的漂亮 現在跟著我們一起來欣賞這個藝術空間 二線藝術位於台中惠來路二段九十號 連聚仁愛大樓 在台中國家歌劇院對面 目前我們在大樓中設有兩個展區 第一個設在一至三樓 是以特展的形式為主 為代理的創作者在固定期間內 通常兩年一次展出其不同階段的創作成果 展期一個月至一個半月不等 另一個展場設在同一棟大樓內的十八樓 以機家佈置的常態展為主 將各種藝術品適切地融入生活空間 並按四季變化調整其展出內容 使藝術品更有溫度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角色 除了以上展出功能外 講座、雅籍、藝術課程、讀書會、音樂會等 也在此有機的使用展演 今年以八十歲出生於台南安平的陳正雄 創作了六十一年 善於觀察、人物細節、描繪心象 刻畫出人生百態 醉劑代表了一刀雕法 穿梭於木頭間 作品上所留下的刀痕 都是經過安排的 每一刀都印含著作者的美感與思考 從大刀扣斧的陽剛虎坯 到細爐流水般的陰柔線條 虛與石之間的交錯 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的作品不管用身相、臉相或心相去欣賞 都能看到很多細節在其中 處處令人驚嘆不已 一瓶家道出 要想認識台灣人面貌 可以去看陳正雄的作品 他歸納出台灣人的面孔 成為作品中的主角 這也讓人有似曾相識 一見如故之感 剛剛有提到畫廊的兩個使命 那另外一個使命呢 就是我們盡量尋找雅俗共賞的 各類藝術創作 讓生者見其生 前者見其淺 並使其融入生活當中 在生命的不同階段 常犯左右 增加生活的幸福感 所以我們從沙里濤金裡面 去挑選出各類精彩的藝術創作 僅為欣賞而創作的純藝術 也有負機能性的工藝美術 所以在平面藝術裡面 我們挑選了 繪畫、書法、漆畫、板畫、攝影 在立體作品上面 我們有雕塑、陶瓷、漆器、文具用品 另外我們開辦了賀宣藝宴 舉辦了各類藝術的學習 藝術欣賞、音樂欣賞及講座等 賀宣藝術位於台中市惠來路二段九十號 在國家歌劇宴的鞋對面 歡迎大家有空可以常來走走 藝術行李是一個很優質的節目 很深入的介紹畫廊、走進畫廊 請大家持續關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